二次川津会没有达成协议 周四川普在越南河内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要的是做正确的事 而不是简单的快速完成 川普认为朝鲜给出的去核条件 并非美国所要求的 这是无协议的关键 目前仍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 与美朝之间的去核谈判有相似之处 中方提出了相当优厚的采购条件 以缩减美中贸易赤字 但在涉及知识产权保护 非关税壁垒等关键问题上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在27日的国会听证上表示 谈判异常艰难 专家认为川普此次选择 不与朝鲜达成协议 对于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 是一个正面推力 虽然张家敦认为川普政府不应该推迟 对中国商品加征25%的关税 但此次川普证明了 他会以美国利益为先而做决定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 对川普在朝鲜续合问题上的立场表示赞扬 他敦促川普在与中方的谈判中 也要坚持原则 他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 甚至比朝鲜核武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大 川普总统签对中国的威胁 他要做了与中国的威胁 我们很容易做到做什么特别的事 但是我们接着 我一直要做出事 我从来不怕出事 我会做出事也会做出事 新唐人記者李蘭 紐約報導